今天上午杭州邮政投帝员送出了杭州市第一封来自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收到他的心愿会是谁呢 核对完身份证准考证 小林私下一连面单把录取通知书正式递交到了考生手中 考生名叫徐冰顺 今年他作为羽毛球特长生 被浙大运动训练专业录取 徐冰顺同学你已被浙江大学正式录取为2021级新生 你向你表示热烈祝贺 他的教练曹记告诉记者 小徐2019年退出浙江省羽毛球队后 一直在他馆里训练 孩子当时来的时候特别迷茫 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也看不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学历没有 然后呢练了十年的技术半团费了 那我们这里呢就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 再往上升的空间 就比如说考大学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去给你做好一些工作 徐冰顺同学呢是从2019年 运商从省队退队后呢 自己呢还想继续练球 然后呢来我们这里呢 看了一下环境觉得还不错 就加入了我们公司职业队的一个训练 小伙子呢平常会怎么按说话 比较腼腆 但是训练呢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公司呢在羽毛球职业队这方面呢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于这个成绩好 技术好的队员呢 来我们这呢 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支持 我们呢还给队员呢 创造很多的比赛的一个机会 徐冰顺同学呢也是看重这一点 才选择了我们 白天呢我们安排专业的教练 给他们带训 晚上呢还专门聘请文化科的一个家教 给他们进行一个文化科上的一个辅导 所以呢我们在训练上 还有文化科的辅导上 都会给队员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支持 你们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公司呢 职业队的一个日常训练 哎呦不错哦